怎樣活出自己 因為其實表的概念就是要珍惜時光 對 每一天怎麼樣打造一個不一樣的天賦真 每一天都活出不一樣的自己 首先是要時時刻刻 記得戴上Citizen的手錶 專業 加錢 OK 對 因為你身上 你手上戴著Citizen的手錶 他們用場身 你看到Citizen的美好 你就會想要珍惜每一刻的美好 我懂你的意思 而且它又有環保光動能 所以我在世界各地 它可以幫我調每一個地方的時差 對 然後讓我珍惜每一個美好的當下 是的 對 光動能全球電波 是鎖定了全球24個城市 所以不只是在台灣 那到每一個城市 你都可以隨時掌握時間 活出不一樣的自己 功能性非常強又很環保 然後它的錶帶又非常的輕盈 讓我們在身上完全覺得很輕鬆 無負擔 對 它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多元的設計的 一個很貼心的錶款 非常貼心 當然你知道我們常常講一句話 叫活在當下 活在當下也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一種 就是每一刻都是全新的開始 然後Citizen也一直在強調就是 其實你把每一刻活好 你就等於在創造更好的未來 對 然後如果你要相信自己有更好的未來 不多說就是從現在開始 就是Better Stars Now 請附送一遍 Better Stars Now 為什麼你唸起來就比較好聽 Better Stars Now 但他們不開手 他們累了 虛榮 太虛榮了 所以跑好一個代言搞得像粉絲見面會一樣 太感人了 不過還有一個重點就是廣告裡面的美好片刻 因為剛剛TBC我們看了兩次 一出來就有slogan 就在講美好片刻 我想要問一下傅貞 其實你人生有很多的片刻 是 你的美好片刻 你自己定義的是哪一個時光 我的美好片刻 當然就是自己獨享的時刻 比方一個人安安靜靜的待在家裡 放空發呆 聽歌閱讀 或是跟姐妹一起悉鬧 歡騰 然後享受那個七嘴八舌的快樂的時光 還有在台上靜靜的唱著歌 當你的麥克風遞出去的時候 歌迷跟你合唱的那一剎那 其實也是非常感動的片刻 還有現在這一秒 跟大家一起揭開這個時光花坊 然後讓大家之後有機會可以進去逛一逛 然後拍出屬於自己漂亮的合照 我覺得今天這個時刻 也是我覺得很美好的片刻 對 其實美好片刻太多了 只要你願意珍惜當下 就我們剛剛講的 有些人就會覺得日子過得怎麼樣 可是其實你只要仔細想 每一個片刻都有開心的時候 都有值得珍惜的 對 而且每一個片刻都無法複製 它就是獨一無二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珍惜當下 非常棒 謝謝復徵法師的分享 心靈得到了很多的慰藉 就是少抱怨 然後多珍惜對不對 就確實每一天都可能是新的開始 就像我每天起床都覺得自己會長高 結果都沒有 我就去買鞋墊了 每一天都可以去新的出發 都可以有新的改變 不要抱怨嘛 對不對 改變自己 但是我想 那如果我再把它範圍縮小一點好了 如果在金曲獎表演 收視率第一比較美好呢 還是說等一下回家 可以睡回龍覺比較美好呢 如果就現在近期 就是接近當下這個時刻 因為慶生我們已經慶過了嘛 然後放眼望去 近期幾天 應該是如果金曲獎的表演 也可以 我們不求收視率第一 但我們就是希望所有的人看到我們一起 三個人合體唱歌表演 然後心裡可以獲得那一份版主或是療癒 可以帶給大家歡樂 我們就非常開心跟榮幸了 是 那個歌太重要了 不管怎麼樣有沒有得獎或收視率怎麼樣 都會是今年金曲獎很重要的亮點 期待你們的演出 自己也很期待 是 大概幾點幾分的時候會登場 我到時候會在看電視 好 那大家前面都不用看 前面的時候請鎖定華視我的節目 好 華視 跟你們金曲獎對打 我們死定了 沒事 前面就開場 好 好 轉一話題 大家記得就是那個 帶Citizen鎖定時間 該看什麼就要看什麼 但記得一定要帶Citizen收錶 沒錯 如果你怕忘記打開電視的話 只要帶上一支Citizen 你就會鎖定時間 就不會忘記時間 因為我們是非常厲害的 光動的全球電波實際錶 那你有沒有什麼 關於錶的部分要再補充 跟我們大家分享 比如說你戴上去之後的感覺 你每天這樣看到它的感覺 那種心情 其實錶有時候已經不只是功能性 我覺得它有時候有像配件 有時候也像是一種精神 沒錯 這個Citizen的手錶戴上去 我覺得亞洲的女生真的很喜歡 因為我就是在這七年的代言 我自己很喜歡Citizen的精神 就是每一刻都是全新的開始 然後這個東西 時時刻刻放在心上 手錶時時刻刻戴在身上 然後都覺得整個人的 人生都美了起來 然後人的身體也美了起來 人生跟人生 人生跟人生都美了起來 對 就戴上去之後 哇 身材都變好 比例都變高了 你不覺得我比例變高了嗎 沒有 其實還好 我們不都是一隻平視的鼻子 有啊 有啊 謝謝 真的 你看 這就是盲蟲 這就是所謂盲蟲 你看 對 而且戴上去覺得 就是汗珠啊這樣 一直留下來都不算什麼 汗都是香的呢 其實我們兩個暴熱 我們兩個近距離看到對方 我們兩個很像兩隻臉蓬頭 一隻拍到手錶 人中都是汗 今天我先插一下 就插一下 手錶還有這個功能 對 兩個活動臉蓬頭 是的 不過這是真的啦 有的時候我們常常講 由內而外嘛 那精神 心情好 人自然就光彩 再戴上一隻錶 你就有自信啊 對不對 一隻好看的錶 然後就像我剛剛講的幾個功能 比如你剛剛講 它很輕 那是因為它有太極樹 然後這個藍寶石的鏡面 的球面玻璃也很漂亮 然後這個Sakura Pink 又是我們的經典色 再加上連動了24個城市 全球都可以跟著你閃耀 所以這是最好的選擇 是的 剛剛你講的那個重點 我最後要問你了 這是你第七度代言嗎 是 確定七年了 七年了 很厲害耶 就是大家都是老朋友 對 那他們怎麼後來 大概十分鐘都沒有在拍手了 是我們講的不好嗎 沒有講的太好了 他們已經看著目瞪口呆了 他們自己在聊天 他們覺得安心了 可以休息了 好 那我要問一下 這七年到了此刻 走到這個時光花房 覺得有什麼不一樣的改變嗎 今年 今年最特別最特別的就是我們今天在這個場地把時光花房 大家看到剛剛廣告的TVC 其實在裡面就是有一個花房 在拍廣告的時候其實我逛的那個不亦樂乎 我覺得非常的美 是真花嗎現場 完全都是真花 哇 像中本耶 是 然後我就很希望我眼前看到的一切 感受到的美好 也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 今年最特別的就是在這個地方 台北人潮最多的地方 把時光花房帶給大家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 我在拍廣告的時候的那份美好 然後戴上City人手錶 也可以感受到我時時刻刻 每天戴上City人的美好 太好了 謝謝 非常謝謝富珍的分享 原來廣告裡面這麼用心 花都是真的 那來到我們的全台灣首度的戶外 City人的快閃店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的花 這裡是假的 好 因為要放五天了 所以我們用一些比你真花的花來展示 最重要是進來看錶 不是進來看花 記得要支持一下 花已經很美了 結果沒想到錶比花 美上不知道多少倍 沒錯 希望大家帶著這樣的精神 一定會有更好的未來等著你 只要你願意Baker Stars Now 從現在開始 尤其我們再回到這個漂亮的 Sakura Pink 一般櫻花都是在春天盛開 但是當你有了這支錶 你的櫻花一年四季都盛開 盛開在哪裡 不是在樹上 是在你的手上 在你的人身 就像傅珍 她的人生一直如此的盛開 怎麼樣 這一段 你說扮演一種盛開的感覺 熟語老師嗎 那幫你開個框在這裡 好 沒有錯 這段講得還不錯吧 棒來了 我自己寫的兩千 好 給兩千 握手什麼意思 好啦 最主要看到傅珍 我們心情也好 因為女神嫁到仙氣十足 謝謝她七年的代言 接下來應該會繼續合作囉 希望 希望 一定要合作的 好 我們看一下副董呢 副董 不見了 一談到合約就好了 怎麼這樣 好 希望我們繼續合作一塊 最重要的是請支持 2019年全新的表款 還有時光光法的快閃電 最後什麼話 謝謝你的粉絲 他們怎麼都不流汗呢 對啊 你們好完美喔 我們兩個 對 有什麼話 什麼 看到我就不會流汗 胡說八道 所以我是有這麼冷嗎 我讓你有這種很冷的感覺嗎 也不是這個意思 謝謝大家今天來 然後跟大家分享了這種美好的片刻 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也可以創造出屬於自己美好的片刻 說得太好了 謝謝副真 謝謝 大家還有補妝碰嗎 不用 那我們就先讓他 我現在已經變蓬頭了 也不要補 好 那你去補個妝 真青年來 你覺得你自己變化最大是什麼 我剛剛一直在想 我發現你都沒有變 我覺得沒有變 就代表你一直要變 因為時光在轉變 如果你要維持真摯不變 原本的自己 你就要一直改變自己 太好 真的很玄 說得話 回去大家慢慢拒絕 他的狀態就是沒有變就是有變 但唯一變應該是代言的價格 好 幾年來 好 怎麼樣 沒看過這種記者會嗎 連訪後還繼續聊著 那我們再多聊兩分鐘 好了 再次歡送 TEMPENTV 謝謝 上樓去做品訪 謝謝 來 粉絲歡送